- 苹果开发者大会在6月6号举办啊 苹果在这一天发表了 Apple Vision Pro的眼镜 这眼镜呢最便宜 居然要到3499块美金 10万7500块台币 很多人喊说 诶这太贵了吧 这一支影片呢 我们会来聊一聊它各个功能 最后总结出这个产品 到底值不值得花10万块钱台币买呢 苹果它做了一个 每一件事情背后 一定都有超级深的策略啊 发一个全新一代的产品 是一件超级大事情 苹果在贾伯斯时代呢 是出现了iPhone手机 库克时代这个装置 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未来呢 So in the same way that Mac introduced us to personal computing and iPhone introduced us to mobile computing Apple Vision Pro will introduce us to spatial computing Hello Jobani Introducing Apple Vision Pro Vision Pro is a new kind of computer that augments reality 电子产品都还要多 苹果把它叫做是空间运算设备 我们继续讲呢 你就能更深刻的感受到 为什么叫做空间运算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帮这支影片按个赞 非常感谢你 双晶片设计啊 笔电等级的M2 跟要处理超多超多资讯的R1晶片 双荧幕显示 伸缩的这个头戴眼罩 上面有12个相机镜头 5个感测器 6个麦克风 还有一个外接 像是行动电源的东西 有行动电源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续航力 不是特别长 可能呢 又不希望有太多电池 把头上带的这个装置 弄得太重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了 这个装置上面超强的 就是它的萤幕 它有两个萤幕 一个眼睛一个 所谓的双显示萤幕 在我们平常看东西的时候呢 两只眼睛这样看 可以判断出眼前的东西 距离啊方位 这个设备呢 就是希望在虚拟世界里面 也可以创造出这样的感受 它有这么多的相机哦 所以让你在设备里面 看到的视野永远都是3D的 就跟平常你肉眼 裸眼在看你的四周 是一样的哦 这样一来呢 你的脑袋就可以去判断说 这个东西的距离 这个特色呢 就跟我们以往过去 试用过的这个 虚拟实镜的眼镜 是不太一样了哦 既然说它的萤幕很强 那到底是好到什么样的地步 对不对 它的像素密度呢 是一台iPhone的64倍 也就是我们平常看 iPhone的这个画面 是不是已经看不到 那个一格一格的像素了 更不用说这个Apple Vision Pro了 它的细节更细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穿戴式设备 会距离我们的眼睛 非常非常近 在这么近的情况之下 要怎么样让人 不看到一格一格的像素呢 就是要用到超强 超精细的萤幕 而且苹果呢 它还想到了 近视的人要怎么样 方便使用这个设备呢 你可以买插入式的 这种菜丝近视的这个镜片 所以呢 这个近视的人 就不用再另外戴一副眼镜了 视力矫正的这个配件 它会单独的卖 苹果推出产品的时候呢 它通常推出的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革命 What i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thought were impossible were suddenly possible You could experience your favorite stories in unexpected ways Or in unbelievable places You could do more than just watch sports You could be at the game without leaving your home Or be part of the action like never before What if you could travel on a National Geographic adventure from your couch or if you're imaginary friends Oh boy weren't quite so imaginary 这让大家开始想啦 难道苹果是希望大家以后 可以用头戴式的装置 来取代智慧型手机吗 因为这个装置呢 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占据你所有视野的 一个超大萤幕啊 以后没有什么 iPhone跟iPhone Max 这个差别啦 你眼前所有的视线 都是你的萤幕 如果这萤幕这么大 我是不是可以开 好多好多应用程式 那我要怎么控制 这些应用程式呢 答案是用声音 用双手 跟用眼球 先来讲眼球 这真的超级有趣 它其实不只是 要等你的眼球看到哪里 才去判断说 哦你要做什么 他们的工作是要能 预测用户 接下来的行为 也就是说你接下来 可能会想要 点击什么东西 它会观察到你的瞳孔 在点击之前 跟之后的反应 然后呢 让这个设备 来学习你的反应 用这种方式呢 来判断说 你接下来可能要做什么 它的这个眼睛追踪系统 用高速的摄影机 跟一圈这个LED 快速散过一些肉眼 看不见的光跟图像 用这样来察觉 你眼球的反应 这个装置呢 它用机器学习 来观察你的身体 跟大脑的讯息 所以用这些讯息 它就可以判断说 你当下的需求 是需要非常专注吗 还是想要放松的 依据你的状况 来调整你眼睛 看得到的东西 很多时候呢 我们对这种 穿戴式装置的 刻板印象就是 你一戴上去 就不知道真实世界 在发生什么事情了 对吧 人家也不知道 你现在的状态 看不见你的眼睛嘛 这个苹果也想到了 让穿着装置的这个人呢 跟现实真实世界 不要完全脱离 抱持一定的连结 如果我带着这个设备 然后旁边有人 慢慢靠近我 那我眼前的这个视线呢 就会开始透明 意思就是说 我开始可以看得到 是谁在靠近我 这个功能呢 让这一个靠近我的人 也可以看得到我的眼睛 所以我们在交流 是没什么阻碍的 当我如果专心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我这个装置前面 就会像起雾的这种感觉 人家一看就知道 啊 宝尔你现在是在 专心做事情 不要吵他 这个装置里面的相机 可以扫描你的脸跟眼睛 做成跟你一模一样的化身 Avatar 这就可以用在你的视讯会议啊 线上会议的时候 都可以用 刚刚说啊 有人靠近的时候 那个人就可以看到我眼睛嘛 这也是这样捕捉的哦 这个画面会及时显示出 装置之下 眼睛的样子 所以没有错 你看到的并不是 我真实的眼睛 而是这个荧幕画面 显示的及时影像 很酷吧 另外呢 你可以选择 你要多沉浸在你的装置里面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 在真实世界的这个眼前的景象 非常杂乱 让你没办法好好专心啊 或者是呢 让你没办法好好享受 要不然就是相反的 如果你希望我现在 可以好好感受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 那你可以用这个旋转钮 来调整控制空间的环境 VisionOS的3D界面呢 这些APP可以用任何方式 任何大小 任何比例来排列 这种无边际的工作方式 讲电话啊 看影片玩游戏 会不会真的太爽了一点 然后你看它的细节 真的非常非常惊人 它的光线跟阴影 是会有变化的 比如说你如果在这里面 看电影的时候呢 电影的光线跟阴影 是会呈现在 你所看到的这个真实的环境的 比如说它可能会映照在桌上 你一看就可以判断出 这个东西的比例啊距离 我们就可以很好理解 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 即使呢 头上带了一个装置 还是可以很好地理解 我们四周的这个空间 这里的输入系统呢 也有革命性的改变 它没有像其他的 这个头戴式装置 可能还有附上遥控器啊 什么手把这种 而是直接让你用眼睛看 用双手捏或者是摸 然后用你的声音来打字 另外要提的是这个装置呢 是不需要iPhone来驱动的 它自己就是自己的产品 这里的声音会像是 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那种感觉啊 而且位置呢 就直接在你的耳朵那里了 你可以想象 用这个装置视讯通话 应该真的非常舒服吧 好像是真的在跟对方说话一样 连声音听起来呢 都好像是从对方所处的那里 发出来的一样 但可能呢 大家需要习惯一下 因为视讯通话呢 它就是用你的话神 Avatar 跟你讲话的对象呢 对方也是Avatar Apple Vision Pro 在插着电源的时候呢 可以一直使用 但是如果外接电池呢 最长就是可以用两个小时 说真的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长 但是第一代的这个产品 大家可能就不会计较那么多啊 Apple Vision Pro 上面搭载Apple第一台 各位听好了 3D的相机 意思就是说呢 你可以完全抓住 当下的空间资讯 图像跟声音 等于是你随时可以 重温回到这一段回忆哦 Vision Pro is Apple's first 3D camera It lets you capture and relive your memories in 3D with spatial audio It's magical and impossible to fully appreciate on a two-dimensional screen 以我个人的喜好来说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太棒了 有了这个功能呢 你的回忆就是活起来了 想象一下 你想要重温一下 比如说 哦 求婚的那一瞬间啊 或者是你很想念一个去世的亲人啊 你可以自己去填满各种的情景 我举例是举例不完啦 每一张空间的照片 跟每一支空间的影片 都可以把你带回当下那个难忘的瞬间 在我分享个人看法 以及我个人觉得他到底值不值3500块钱美金之前呢 先来插播一个非常轻松又非常香的消息 如果你喜欢香香的啦啦队 那接下来这消息呢 我猜你也会喜欢 6月22号呢 是派网的企业日 他们要送天地单投资排行榜的第一名 去干嘛呢 就是去打球 打的球是韩国的啦啦队女神 李多会开的球啊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他已经加入了台湾的乐天女孩啦啦队 而且派网呢 又是乐天桃源的赞助商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呢 我们跟很厉害的币圈佛系交易员 鸡哥Haze聊过天 那支影片呢 真的蛮精彩的 待会你可以去看看 我也记得我在影片里面说过 会跟大家定期报告 我在平台上面跟鸡哥的这个 以太坊比特币天地单的成绩 目前跟了100多天啊 如果是以这个USDT稳定币计算的话 大概是涨了18% 这是目前的成绩 真的是蛮佛系的 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摆着没有理这个单啦 再来呢 来看一下鸡哥Haze 现在是带领操作800多颗比特币 6亿多台币的操作 只能说呢 真的非常佩服 如果你长期看好加密货币 可以去研究看看啦 还有机会呢 去打香香的理多会求 OK现在呢 这个派网平台举办了合约的交易赛 听说是无限的在抽iPhone 我会把资讯呢 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还想从鸡哥Haze身上 挖到一些投资的心法 一些名言家具 或者是一些加油打气的话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敲碗啦 我们来请他再上节目 很多人一看到这个价格呢 就已经打退堂股啦 10万多块台币 买一个虚拟世界的眼镜 是要吓死谁啊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就现在很多所谓的这种 AR VR眼镜啊 就是你买来觉得很新鲜 用了两次对不对 就把它摆在柜子上面 收集灰尘了 如果是用这种标准来看 这一个Apple Vision Pro的话呢 那3500块美金真的是贵爆了 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是 苹果最终想要做那个 可以取代智慧型手机的这件事情 这个终极的目标 那这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我个人最觉得被打动的是 那个3D相机的那个功能 光是这个功能呢 我就已经被说服了 愿意掏钱 你从这一次Apple Vision Pro的 很多功能来看 其实它都是苹果慢慢慢慢在各种产品里面 已经试验又精进过的这个综合体 比如说你可以调整你要多沉浸 对不对 这个空间的声音AirPods一直都有 所以呢 它不是一下子突然做出一个 都完全没有做过的东西出来 我个人觉得呢 我可能真的会考虑买一个来玩玩 想知道你的想法 我们来做个统计哦 觉得有点心动 想要买来玩的打个1 还是你会等它出下一代 或者是便宜一点 降价的时候再买打个2 或者是你觉得 活在现实世界 好好用iPhone就好了 打个3 完全不用苹果系统 没兴趣的打个4 我们在市场上继续努力 下一次见 拜拜